他把行動咖啡廳也吃了王妮的王妻 因為是中屬賓種鴨 所以每天出秉儀館 這是平常的事情 有一天看到這個地方在焦燥 所以錄影骨心 從這裡行走下來開咖啡廳 希望可以提供來秉儀館的民眾 一個測試帶來非常順暢的地方 有一次看到這邊有一個休息室 那這個休息室就剛好就 我就想說是不是有機會可以用 有一個大姐她本來在賣鍋上面 她就想說她要 這邊她也要結束啦 我就是這個姻緣機會就去招標 然後來這邊 我就把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那有時候就想做自己專屬的咖啡店 然後最主要這邊也可以服務這邊的家屬 因為整個裡面的話 家屬他們有時候沒有地方做 有些地方就是可能在送金啦 裡面的空氣氛圍可能會有濃煙 那有的小朋友也待不住 所以我就想說來這邊開一個咖啡店 然後讓他們中午休息一下坐一下 這間開著的賓館旁邊 一把行動咖啡店 店來的咖啡都是菜用煮咖啡咖啡店 而且也有餐廳的賣物 其實這條路上沒什麼吃的啦 那如果說有在裡面辦商事的家屬 如果說要吃吃飯的話 可能會比較不方便 那如果這邊有開一間咖啡廳 可以讓大家來這邊購買一些 午餐啊 早餐啊 就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公務的關係 常常要進入台南市立冰衣館 忽然間有一天發現 冰衣館內有一間118咖啡 抱著好奇的心態 走進來看看 走進來之後 發覺真的 蠻溫暖的 這裡的咖啡餐點 也蠻好吃的 這個環境也是很好的 很乾淨啦 多來這邊喝咖啡 這邊的咖啡也是很好喝 不只地點特地 店來的桌上也非常特別 模樣就參加是華航空姐一樣 你為什麼要採用這種款式 王妮媛標示 那時候我的夢想 以前看到空姐我就覺得 哇 他們好漂亮 好美 然後我的身高也不夠 我們的外文也沒有這麼好 所以我就想說就先 自己設計一套制服 來當我們的制服 就是當我們的制服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去找到那個 服裝設計公司 把我的想法 我的理念 整體的感覺 那剛好我的朋友也是華航空姐 那他 就是我跟他的襪子是一模一樣的 為加添 店來 藝門 氣氛 王妮媛又會邀請 藝加來 店來 開店 大檔 還有創新的中式 讓這間店開了 不夠一小時的時間 店來的心意是越來越穩定 當然是問張秀為 彩虹不得 他還沒